演出在即,乐团鼓手被爆尘尸旅馆 一个月后官方强制要求全国歌迷尽快申请推票 2021年,草东没有派对鼓手凡凡 在台北某方一酒店轻生,年仅26岁 离世前还曾安抚在生活中受挫的粉丝不要沮丧 结果自己却先和世界告了别 凡凡成为鼓手是在2014年,没男生力气大 但他风格独特,凭借过硬实力直接在摇滚圈闯下一席之地 在离世消息传至内地,曾与草东有过合作的Lewhouse负责人发朋友圈保禄 不嫌弃让凡凡丧命,因为他心脏曾被确诊过严重问题 2017年,草东就曾以凡凡心脏问题解散过 当时凡凡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但每晚还是被病情难受到睡不好觉 即便身体情况再差,他也不愿耽误乐团事业 草东为了不让凡凡太难受,他们会仔细研究训言地点 场子越大,就越能减少发病几率 当草东没有派对宣告,取消延期大半年的小剧的演唱会后 无数歌迷满眼都是累 他去世后,草东再也没有派对了 不少人一直说,等疫情结束了,有时间了就去看他们 可是疫情没等来结束,草东也没了鼓手 没看过草东完整一场演出 不知道是多少人这辈子的遗憾之一 你循环草东没有派对歌曲里次数最多的是哪首呢 欢迎留言讨论,我们评论区见